为什么说现代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 如果没有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西方文明也不会诞生如此灿烂的光头 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 短短300年的时间 古希腊文明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源头 以至于黑格如此说 他说一提到希腊 在每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心里 就有一种家园的感觉 事实上古希腊不仅诞生了西方文明 更是现代文明的源头 但是不幸的是呢 很多现代人都不知道 他对现代文明的四大贡献 以人文主义的理念 在现代社会把人当成人看的人文主义 已经是普世的文明公理 但其实这种观念在各大古文明当中 都是非常罕见的 只有古希腊是例外 比如说古希腊的神 不像其他文明中的神一样高高在上 他也没有那么神秘 甚至连凡人的缺点都以应俱全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普罗米修斯 他从天上带来火种 给人间带来光明和温暖 使人类获得了神的力量 他也因此被宙斯所惩罚 古希腊的神 没有和人画出严格的壁垒 而是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的空间 于是人们可以大胆的追求自由尊严 崇高和美 人从神的世界中脱离出来 不再是神的附属品 人才成其为人 反观我们看一下 同时期的其他古文明 人大部分都是卑微的 无能的 必须匍复在神或者神的代言人之下的 只有古希腊这种 以人为本的思想 经由文艺复兴继承发扬之后 才形成了今天的现代价值的觉醒 他推动了现代西方的领先 并且留存至今扩散全球 可以说古希腊的人文主义 是现代文明当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第二个贡献 理性思辨的传统 黑格说 人是靠思想占领起来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 统治整个世界 凭借的是理性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古文明 都如此重视理性 系统化理论化的理性思想 只诞生在了古希腊 学者赵林在古希腊文明的光芒 这本书里边 中间古希腊人开创了几何学 并且以几何原本 系统化功力化的表达出来 古希腊人创建了天文学 他们甚至能够认证出地球是圆的 以苏格拉底 苏格拉图亚利斯多德这些人为标志的哲学家们 从理性思辨的维度创建了西方哲学 他奠定了人类与理性追问智慧知识 世界社会的智慧传统 我们反观其他的古代文明 他们的理性科学精神 大部分都是一片空白或者是早已断绝 古希腊的科学理性精神 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 随后被启蒙运动所继承和发扬 它成了推动西方乃至世界崛起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 就是现代科学的起点 第三点最重要的 民主政治的基因 民主如今早已是西方乃至世界的共识 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 但其实民主不是现代人发明 而是古希腊留给世界的政治遗产 早在公元前1200年 当其他社会的君主祭司 仍然在实行钻断统治的时候 古希腊的各个城邦 就已经用公民社会取代了君主专制 并且发展出了民主政体 在古希腊参与政治的门槛 对所有公民都一样 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或者是政治资格 古希腊在蛮欢时代 就创立了史无前例的民主制度 为后世留下了民主的活种 也为现代国家的转型 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可以说古希腊奠定了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第四条文学艺术的宝库 是艺术让人成为人 让人生变得更完整更丰满 文学艺术引起强大的生命力 更是被称之为人学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 古希腊的文学艺术 不仅是整个西方文艺的源头 更是现代文艺取之不尽的宝库 西方甚至流传的一种说法 一个人会不会欣赏悲剧 决定了他是文明人 还是野蛮人 当然还有评论家认为 就是文艺复新雕塑的巅峰 也是追随古希腊的结果 而在当今的所有现代建筑当中 都能够看到希腊建筑的影子 可以说如果没有古希腊文艺 现代人的生活 绝不会如此灿烂光辉 古希腊的城邦已经消亡了 但是在他文明的树根之上 仍然生长着枝繁叶茂的现代文明 接受古希腊文明的启蒙 是从古代到现代的跨越 读懂古希腊文明 不仅是一次认知的升级 更是一场文明的巡礼 感谢观看